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大家好 我是小新 我现在要去拿个冬瓜 要做一个神秘的东西 等下大家就知道 这个冬瓜是我们昨天发现的 它长在这个草丛里 大家看到没有 这是这个 下面还有一个 这个不知道拿不拿得到 这么大一个 这个至少有三十来斤 还有一个 这个拿不拿得到 下面下面去了 我看一下 哎呀 不行 我得下去拿 来 哎 我们刚从那个草丛里拿出来有点脏 来洗一下 上面还有很多泥巴 用我们上次做的这个洗碗神器 洗效果非常好 来 你要把这个纸把它去掉 这纸是没用的 有蜜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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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是我第一次做这个蜜蜜雕花 做的不好 我给大家介绍 因为明年是鸡年 所以我决定做一个 鸡形状的秘件 有意义点 鸡的秘件我已经做好了 就是这个样子了 这个秘件就是在我们农村正月的时候 家里面来客人的 就用这个来泡茶给客人喝 大家看一下像不像 好了 今天就做那么多 我现在放这个是冥帆 放一勺左右 放到水里面搅拌一下 用这个冰番水来泡这个冬瓜 是起到一个固化的作用 它就不会软 这个冬瓜还要泡三个小时 现在天快黑了 那今天我们就先拍到这里 也许不 Meh 这样到时候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